国际画家配合贾成龙年 巧手绘制仪态百变周游列国的百龙图 他笔下的龙到处旅行 穿索亚洲飞越欧美等古迹名胜地 来一场文化跨国界之旅 也象征中华文化走向全球化 这位将龙以百种形态呈现的巧手画师 是日新读中美术科前主任陈玉芬 他耗时一年左右 在去年初构思及完成绘制102幅龙图 并在巴都江湾Eco Horizon展出 陈玉芬说 他的龙旅程从黄河开始 在飞往马来西亚 穿越亚洲到欧美板块 探访各国的文化、历史和奇观 他也说 有别于传统的红色和黄色 整个百龙图以温和的淡蓝色绘制而成 颜色偏素 因为蓝色象征和平 和谐与健康 也有亲敏感 霹雳曼容墨真歪新村 也带来了三条祥龙献锐 迎接甲城龙年 截至目前 墨真歪新村已成了 曼容区内最多龙的新村 除了新村必备的大小红灯笼和LED玫花 该村近年还有一对腾飞在村里交通圈上空的龙形摆设 以及一条澳游在新村大街 长达约200尺的立体龙 为新村增添更多龙年气氛 深得村民喜爱 更吸引许多来自各地的民众拍照打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